当你看到这个主题 最有价值的投资的时候 你联想到什么投资案呢 想到什么投资案 股票 基金 房地产 还有好多好多了 但是有件事我要提醒你 既然是投资就有一定的风险 不可能是稳赚不赔的 今天你们来队了 我要介绍一个 稳赚不赔的投资案给你 而且是最有价值的投资案 到底是什么呢 你一定想知道对不对 稳赚不赔的叫做服事神 牧师 怎么会呢 怎么服事神会是 稳赚不赔的投资案 又是最有价值的投资案呢 所以今天你务必要好好的给 自己好的精神不可以打瞌睡 其实你现在不应该打瞌睡对不对 因为你现在已经11点多了 还打瞌睡 我也佩服你了 我真的佩服你了 这个时候不应该打瞌睡的时间 所以感谢主当你这个时候来的时候 你要期待你能够认识神 知道这件事情是 服事神是稳赚不赔的投资案 也是最有价值的投资 怎么会是 我等一下告诉你 而我要说的是 如果我们知道服事神是最有价值的投资 奇怪的是 每一次我们都邀请别人来服事神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听到下面的回应 等我工作比较稳定的时候 我就会来服事神 等我比较有空的时候 我就会来服事神 等我孩子长大一点点 我就会回来服事神 等我债务长期的时候 我就会回来服事神 等我退休以后 我就会回来服事神 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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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主再来我就来服事神 主再来也不用服事了啦 已经没有机会了啦 弟兄姊妹 我要说的是这些都是正常的理由 这些理由都很正常 也很合理 对不对 这些都很正常 很合理 好啦 OK 那你这么说了 我们也接受你的合理嘛 对不对 好啦 等有一天之后呢 我就去找你啦 要不要服事神啊 等我比较 工作比较稳定的人 就会回来服事神 那个人会怎么说呢 哎呀 牧师啊 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下一个目标完成之后 我就会出来服事神啦 可是很奇怪喔 他的一个目标 借着一个目标 永远没有止境 那个说等我比较有空了 我就要出来服事神 那个人会怎么说呢 哎呀 牧师啊 真抱歉咧 怎么搞的 时间怎么那么不够用啊 我永远都不够时间咧 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会出来了 你就会发现 他永远都没有时间 直到要安息礼拜那一刻 躺下去说 噢 主啊 我现在终于有时间睡觉了 懂 死了 一切也都结束了 那个说等我孩子长大一点的人 我就会出来服事神 他会怎么说呢 感谢主 我的孩子长大啦 但不好意思牧师喔 因为长大之后还有很多事情要张罗耶 再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 我就出来服事神 那个说等我债务长青 我就出来服事神来说 感谢主的恩典 祂的恩典 诉说不尽啊 谢谢耶稣 让我所有的债务都长青啊 牧师这样好不好 为了让我的服事无后顾之忧 给我存一点钱可以吗 我一定出来服事神 奇怪喔 存一百万 再给我一点点时间好不好 点一千万 一千万还不够 然后你就发现他永远 永远都会继续往前走 那个等我退休以后 再来服事神 他会怎么说呢 牧师 人老了 体力也不行啊 我还能做什么呢 弟兄姐妹 你就发现 服事神是渴望 却是遥不可及的代名词 服事神是渴望 却是遥不可及的代名词 或许你没有这些理由 或许你没有这些问题 但我要问一个问题 你又没有感念神把你 从罪恶里面救出来 过去你要离婚主耶稣基督 因为知道你的软弱 所以一直能婚姻你信靠了耶稣 过去你忙留于金钱 过去忙于工作 可能你要破产 过去你忙于亲子的问题 过去你的身体的疾病 神都帮助你 救你出来了 我叫你今天可以坐在这里 可以敬拜这位全人的真神 你有没有感念神这样的恩惠 而说主我乐意侍奉你 你有没有感念这些呢 我求主恩待我们每一个人 真的能够感谢神的恩典 卫以特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 一起读来 神是不会制造废物的 弟兄姐妹 朋友们 上帝不会制造一个废物出来 所以你记得你被上帝创造的时候 你是有价值的 你是荣耀的 你是尊贵的 神创造你有祂特别的目的 所以不要为你感到悲哀 你要拿去你的自卑 好好的来服侍神 我愿今天我们能够在主在面前说 主啊 我感念祢 拯救我脱离痛苦 让我得着美好 我服侍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你要体认 最有价值的服侍 就是不管在任何环境 任何恶类的情况下 都要服侍神 这是最有价值的投资 如果你愿意这么做的话 我今天一定要告诉你 今天我们读了圣经的里面 以利亚怎么样被上帝祝福 那个撒勒法的寡妇怎么被上帝祝福 连那一只乌鸦都被祝福了 朋友们 你今天来对了 因为你一直在寻找 今天我要介绍你最有价值的投资 是永远不会亏损 稳赚不赔的投资案 请你把它带回去 当你拥有这个投资案之后 恭喜你 许多人被祝福 你也会被祝福的 所以今天我们要从 以利亚的身上 撒勒法寡妇的身上 还有这只乌鸦的身上 我们来看看服侍的态度跟祝福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 先知以利亚 他是不怕困难的态度来服侍 在当时候以利亚的这个世代 是一个充满罪恶的时代 黑暗的时代 当正的国王叫做亚哈 这个以色列国王叫亚哈 他这个国王是什么样的国王 我们来看看你就知道了 我们一起来读下面的经文 一起来 各位这个国王真的恶透了 这个王他意思就是说 过去的王已经够糟糕了 够坏了 这个王比过去的王更坏 他不但活在罪恶当中 做那些不讨神喜业的事情 拜偶像 他这还不够 还找一个人 娶了一个太太叫做耶喜别 一个人拜不夠 带一个母拜来到 两个人一起拜 不但这样子更糟糕的是 邀请全国的百姓 来吧 一起来拜偶像吧 拜这位亚瑟罗拜巴黎吧 完全丢弃这个赐福给他们的神 各位如果你是上帝 看到这个国王跟他太太 总统跟总统夫人 带了全国的百姓一起拜偶像 犯罪 而且比以前的国王更恶类 各位请问你是上帝会怎么样 你会不会很生气 是的 神生气了 所以他就叫先知伊利亚去 去跟他给国王讲警告的信息 他说什么 一起读来 各位你知道吗 这么多 这个服饰多么危险你知道吗 都充满了困难 充满了危机你知道吗 因为伊利亚这个先知 就是现在的牧师嘛 他到国王的面前说 国王我告诉你讲 有点到总统的面前去跟他说 而这个国王正活在罪恶当中 他要跟他讲上帝的心意 可能讲完之后 这个国王会做什么事 可能会把他杀了对不对 搞不好会被砍头的耶 换句话说 伊利亚是在极其恶类环境下 要去跟国王讲这些 在恶类环境下服事弄不好 是为了惹来杀生之祸 可是我们看见 当神呼召他说 你去跟国王传讲这个信息 我们看到他不怕困难 完全接受挑战 他接受挑战 完全接受挑战 不怕困难 他就去说他该说了 做他该做的 各位他讲完之后 可能随时会被砍了 可能讲完之后没有怎么样对不对 他走了 可是国王动不动 可能就要准备杀他 后来去读圣经就知道 国王就下定要追捕这个人 感谢主 因为他侍奉神 顺服神 接下来神怎么跟伊利亚说呢 一起来 你离开这里往东去 藏在耶荡河东边的基里西旁 你要喝那西里的水 我也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 弟兄姊妹 神说 逃 快点逃 因为祂要追杀你 但是没有关系 你躲在那里 我已经吩咐乌鸦来供养你 从伊利亚的服事里面说明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 一起来 神保守伊利亚的安全 第二件事 神供应伊利亚的需要 第三个 神使伊利亚祷告充满能力 弟兄姊妹们有看到 他愿意顺服神的呼召 不怕困难 接受挑战去服事的时候 神说 孩子你的安全我负责 你的需要我供应 更不得了的是 真的 他没有祷告 以色列国家真的没有下雨 最后闹饥荒 一直到第三年 伊利亚祷告的时候才开始下雨 充满了能力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 如果今天你真是要信靠这位神 而且说 好 我决定服事 虽然现在经济那么不景气 虽然我们婚姻那么困难 虽然我的工作有压力 虽然我有贷款的压力 虽然我的债务这么多 但是我乐意顺服你 我要来服事你 神给伊利亚保守伊利亚安全 供应她的需要 而且让她在众人面前 祷告有能力被抬举 神今天也要把这个赐福临到你的身上 问题是你要不要 要随便你 让我来介绍一下 美国标准石油公司 这家公司早期为了让这家公司 而业务能够蒸蒸日上 他们 这个公司呢 他们最后推出了一个口号 为了公司的业务而着想 这个口号是每桶四美元的标准石油 这是他们公司的口号 不当然要宣告这个口号 也就是要把这个石油公司 这个推广出去 让业务可以蒸蒸日上 其中有一个小职员叫做阿基伯特 这个人决定贯彻公司的口号 于是呢 他不管碰到这个要 这个要付签名的时候 或者是出外去驻旅馆 或者是写信的时候 每一次要签他的名字 他不但签上了名字 他要签上每桶四美元的标准石油 每一次都这样签 到最后呢 他连名字都不签 他只签每桶四美元的标准石油 代替他的签名 全公司的人还有他的朋友都笑他 怎么搞的 公司这么说 你就弄得这样子了 最后他们给他们一个外号叫做 每桶四美元 有天这个董事长叫做洛克菲勒 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他就把这个员工找来了 他说我想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人家都笑你 甚至给你外号叫每桶四美元 你为什么不会生气呢 他说老板 你不是期待 我们不断的宣传公司的这个口号吗 当然每一次叫我说每桶四美元 太好了 有人宣告一次了 他又笑我每桶四美元 又宣告第二次了 大家都不断的宣告 那不就是公司的政策吗 那我有什么好生气的呢 努力叫吧 公司就蒸蒸日上了 这个董事长洛克菲勒听得很感动 他感叹地说了下面的话 能坚持不懈地帮公司宣传 真是一位模范员工 五年之后 洛克菲勒要卸下他董事长的职位 他们准备选第二任的董事长 没有想到这个小职员阿吉伯特 就在众多的这些群雄当中脱影而出 成为这个公司的第二任的董事长 弟兄姐妹 一个小职员 就因为坚持不懈地为公司付出 最后成为第二任的董事长 如果一个在世界上工作的人 是这样的坚持不懈地服侍他的公司 就会得到抬举阿 今天你努力不懈的不怕困难 接受挑战服侍这位全人的真神 神岂不失福给你呢 我就不相信了 所以弟兄姐妹 你知道我们教会的异乡是什么吗 不要看座报 建立 哎呀 如果我要选下一任的主任牧师 要找谁 弟兄姐妹 我期待我们每一个人到一个地步是 博爱经信拜印象就是要 建立敬拜宣教健康成长的万人教会 每一次你要签账单的时候 你就写 灵明福建立敬拜宣教健康成长的万人教会 以后你的名字叫做灵万人教会 给你一个绰号叫做万人教会 弟兄姐妹 你看 这一些员工这么做 都被抬举了 当你愿意这么做的时候 你说上帝要不要赐不给你 我多么期待 你要成为一个坚持不懈 不怕困难 接受挑战服侍神的人 神怎么赐不给以利亚 神今天也要赐不给你 保守你的安全 供应你的需要 让你成为一个大有能力 在人权被抬起的人 第二个我们来看乌鸦 这一只乌鸦是完全的顺服 OK 当这个 以利亚跟这个亚哈王宣告的 这个警告的信息之后 他就回 神就立刻对他说了 我们一起来读 来 你离开这里往东去 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 你要喝那西里的水 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 弟兄姐妹 他说 你去 这样的话 乌鸦会供养你了 而乌鸦要做什么事情呢 一起都来 乌鸦早晚给他刁饼和肉来 他也喝那西里的水 弟兄姐妹 我们看一看 乌鸦就供应他那 这一只乌鸦 如果会说话 他会不会每一天都要负责送早午餐 早晚餐 对不对 中餐离里亚禁食祷告 他负责送早餐跟晚餐 也就是说他负责送餐点 每一天都要送餐点给以利亚 如果这只乌鸦会说话 会不会每一天都要送三餐去给以利亚 感到很厌烦 最后就抱怨连连 请问他如果会说话 会不会这样子 会不会 对不对 我看你们每一个人都很紧张 不敢回答我 答案是我也不知道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 他完完全全的顺服 每一天按时送餐给以利亚 直到他的工作结束 对不对 弟兄姐妹 就因为他不会说话 反而不会抱怨 所以如果你要服侍神 要抱怨 你跟神说道 主要求你让我嘴巴闭起来 像乌鸦不要说话 反而抱怨不然 不是反而更好吗 抱怨干嘛 所以这只乌鸦就这么做了 当时候的饥荒情况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来看看以利亚对这个寡妇说 你给我一个小饼 她怎么回答她 一起多来 你就可以知道 可能这个饥荒 两年的饥荒 因为没有下雨造成饥荒 饥荒造成粮食缺乏 可能已经有人饿死了 可能有些动物 飞鸟也已经饿死了对不对 而这个寡妇也差不多了 她说这是我最后一餐 最后的晚餐 我吃完就死掉了 你看多么严重 可是从乌鸦送餐的服饰里面 说明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 一起读 神先养活乌鸦 弟兄姊妹 如果神没有养活乌鸦 祂叼到一半的时候 上帝啊 我好饿 就把饼跟肉先吃完了 他回到以利亚说 不好意思 我吃了 白豆腰 弟兄姊妹 上帝先养活他对不对 他才有办法去供应以利亚对不对 第二件事情 一起来 神赐给乌鸦健康的身体 如果乌鸦不健康 飞到一半的时候 痛风 通常就掉下来了 他没有办法完成任务的 所以他便飞 每一只乌鸦都饿得要死 那只这只乌鸦很快的 走啦 诶 翻一点好不好 对不起 这不是给你 这给以利亚的 第三个 一起读 来 乌鸦服侍神多久 就蒙福多久啊 弟兄姊妹 祂服侍神多久 就蒙福多久啊 一直服侍 一直蒙福 一直服侍 一直蒙福 弟兄姊妹后期你要问我一个问题说 牧师 请一下乌鸦嘴巴叼的饼跟肉 从哪里来呢 我告诉你 这不是重点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神必预备 重点是神必预备 所以弟兄姊妹 当你乐意起来侍奉神的时候 你的需要神必预备 所以为什么你那么贫穷 为什么你那么干渴 因为你不想服侍神 如果你愿意像这只乌鸦一样 甘心乐意 完全顺路 嘴巴闭起来 不说话 这样的来服侍神 恭喜你 你服侍神多久 救蒙福多久 神会养活你 给你健康的身体 在圣经里面 旧约圣经里面有两只乌鸦 第一只乌鸦在哪里 在列王记上 就是刚刚你读的 第二只乌鸦在哪里 在创世纪 而这两只乌鸦都负责很重要的工作 列王记上这只乌鸦负责的送餐的工作 而创世纪这只乌鸦负责的是侦察的工作 这两只乌鸦都很重要 当神用洪水毁灭大地 因为人活在罪恶里面毁灭大地之后 诺亚在方舟把所有的动物 全部放在方舟的里面 一整年之后 他想说 我要了解一下 到底这个水退了没有 他想说 到底要派哪一只动物出去勘察地形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诺亚挑了一只乌鸦 我不知道 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人家说你是乌鸦 你不要那么难过好不好 乌鸦也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 他不挑其他的就挑乌鸦 所以你说 我要以乌鸦为荣 OK 弟兄姊妹 乌鸦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么多的飞鸟当中 竟然挪亚挑乌鸦 上帝挑乌鸦来供养以利亚 没有挑什么燕子 没有挑鸽子 没有挑鸽子 没有挑什么 这个其他的什么九官鸟什么鸟 没有 挑乌鸦 我们只知道乌鸦会 都会这样子而已 什么也不会做 OK 结果这只乌鸦就飞出去了 圣经怎么说 哇 乌鸦 太好了 我在方舟关了一整年 太累了 好棒 我终于得自由 就飞出来了 这我说的 圣经没有说 可是我告诉你 结果一件事 它一飞出来之后就不回去了 圣经说它一飞出来 乌鸦说 怎么没回来 那只乌鸦真的没回来 后来死活都不知道 接下来怎么办 已经乌鸦出去没有了 接下来想 那只不可靠 算了 我再看看有哪一只可以出去 后来你知道是哪一只乌鸦吗 不是哪一只乌鸦 你知道下面哪一只飞扬出去吗 鸽子 第二个任务 拍任务的是鸽子就飞出去了 当鸽子飞出去了 第一次发现 满地都是水 所以它空手而回 第二次再飞出去的时候 一个礼拜之后再飞出去 接下来我们看到这只鸽子 淋了一个心灵下来的感染液 回来告诉诺亚说 地已经干了 哇 它完成了任务 所以各位你现在知道 世人就以鸽子叼着心灵下来的感染液 代表平安 就是和平哥就这样来的 为什么不是乌鸦 是鸽子 我不知道 我就知道乌鸦不负责任 他懒惰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从这件事给我一个很深的体会 你不服侍神 神就兴起别人来服侍 你不想当乌鸦 上帝就叫鸽子来 不要每次哎哟 你这只乌鸦怎么那么健康 怎么那么被上帝祝福 不要羡慕人家乌鸦喜欢刁饼 你不喜欢 你只想要享受 所以你得保照上帝的祝福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真的鼓励你 我真的鼓励你 出来吧 真的出来吧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主的面前说 主啊 我乐意顺服你 我要像那只乌鸦一样完完全全的顺利 不要抱怨出来侍奉神 神就要施恩给你 你服侍神多久 神就祝福你多久 你的需要神就供应给你 你说牧师 服侍神压力很大呢 我怕我做不好 我没有像你口才这么好 还可以跳舞 我还可以这么棒 我什么都不会 所以我想今天我回到天家神奖赏我 不是因为我很会有口才 不是因为我很会跳舞 其实我也不会跳舞 不是因为我怎么样 我是因为我下面所要说的话 保罗说 一起来 所求以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保罗又说 来 人若有愿做的心 必蒙怨纳 乃是照他所有的 并不是照他所无的 弟兄姊妹 只要你愿意忠心做你 神要你做的 接下来 神说 孩子 你有愿做的心 必蒙怨纳 是照你什么 照你所有的 不是你没有的 你会讲英文 你看我们的童工 在上面翻译英文 给他鼓励一下好不好 他就用他的英文 来服侍耶稣基督 这是一只乌鸦 你不要飞下来喔 弟兄姊妹 你看我们的英空同工 他们把 他们会英空 他们用英空来服侍神 给他们鼓励一下好不好 哈利路亚 上面有好多是乌鸦 你看这些爸爸妈妈带的孩子 他们抱着孩子就要 他们要在亲子室里面抱着孩子 要服侍神 这些爸爸妈妈都是乌鸦 他们叼着孩子来敬拜神啊 对不对 不要把他吃掉喔 亲爱的弟兄姊妹 把你有的给出来可以吗 即便只是五千两 三千两 两千两 五十两 只是十两而已 神要在当中来施恩给你 供应你所有的需要 所有朋友们 今天你第一次来 我希望你找到最好的投资案 服侍神是最好的投资案 来看看这只老驴子 一个农夫 他有一只老驴子 跟他相处了一辈子 有一天 这只老驴 不小心在农场里面 钓到枯井 一掉下去之后 主人听到哀鸣的声音 好难过 就立刻过来说 怎么办 这个老驴钓到井里面去 他准备把他拉上来 不好意思喔 驴又没有手 他又不能够拉绳子 所以想办法要把他拉出来 怎么拉都拉不出来 没办法 最后他想怎么办 他看到他这样受苦 在那边哀叫 他心里难过 因为他是他的主人 最后他决定一件事情 要把他活埋 让他快快结束 不生不死的困境 于是他就把邻居都找了 来 活埋他 很难过 因为那跟他在一起 虽然不是狗 不是猫 那这驴子也有感情嘛 对不对 当他开始 蚕土砰 蚕下去的时候 驴子说 哇 怎么那么痛 什么东西打上来 泥土打在身上 掉下来已经够蚕了 还泥土打上来 他就 喔 他突然间吓呆了 我的主人怎么这样对待我呢 可是突然他卷觉到 没关系 当泥土打上来的时候 他就做一个 躲一躲 然后叫我把他踩上来 打上来 躲一躲 就踩上来 他至少如果这样的话 看看结果会怎么样 他打定主意 只要泥土打下来 他就躲一躲 然后爬上来 躲一躲 爬上来 他决定这么做 而且尽管环境是这么恶劣 尽管看起来是怎么的绝望 但是他打定主意 并且鼓励自己 不断的告诉自己 一起说 躲下去 爬上来 躲下去 爬上来 你要不要再试试看 当 打上 躲下去 爬上来 而躲下去 爬上来 我如果假的这样 我就会爬到上面去了 各位 没有多久 他终于站到枯井上面了 快乐的走出来 原先要他们的泥土 却成为他的拯救 这一切的改变 是这一只驴子 他对困难所持的态度 所带来的改变 人生不就是这样子吗 你的人生里面有太多的困难 婚姻的困难 家庭的困难 亲子的困难 工作的困难 业务的困难 经济的困难 我自己是我自己的困难 身体的困难 疾病的困难 一切一切的困难 都是困难 我们好像陷入在这枯井的里面 我今天要建议你 不要轻易的放弃 勇敢的面对它 然后倚靠神 躲下去 爬上来 躲下去 爬上来 我要告诉你 尽管还清耳泪 祂将带给你主 祂将带给你生命的美好 所以我求主恩待每一个人 所以当你面对人生的困难的时候 请记得你要大声的来宣告 你就可以依靠神 躲下去 爬上来 躲下去 爬上来 恭喜你 很多的时候困难就成为你的祝福 就会带给你美好 所以不要抱怨好不好 千万不要抱怨 其实在心理学 有一个舒适圈的概念 是指的 人每一个人都活在一个 无形的框架里面 而这个无形的框架里面 都是我们熟悉的人事物 还有我们会做的 做起来嫁进就收的事情 所以我们轻松自在 只要你离开这个舒适圈 你就会面对陌生的人事物 你就会面对许多的挫折跟挑战 所以你觉得 不要这样 我要回来 所以你就又回到这个舒适圈里面来了 今天我说去传闻 牧师不要了 我口才不好了 去当小众 我就要当主员就可以了 我们不习惯被挑战 我们不习惯离开自己舒服的环境 可是我要告诉你 尽管离开舒适圈有一点点辛苦 但是如果你不离开 你的生命就无法发展潜力 你就没有办法得着更多的祝福 你的成长就有限 甚至不会成长 对不对 所以当牧师来到 你今天来到这里的时候 神的仆人挑战你 离开你的舒适圈 如果你愿意这么做的话 我们一起读下面的话 把天天落在自己身上的泥土 工作如压工压力 竞争压力 人际压力 财务压力 无事压力等等 视为垫脚石 可能你面对一堆的压力 好多好多的压力 但是我要告诉你 这些将成为推你离开舒适圈的垫脚石 就因为压力就让你便带来助力 助力会带来动力 因而得着神的能力 拥有神的风 所以我挑战你 离开你的舒适圈 跟主说 主啊我乐意侍奉你 我不要害怕侍奉你 我就是定义要侍奉你 如果你愿意这么做的话 我相信乌鸦怎么蒙福 你一定蒙福 所以如果你想要抱怨的话 你跟主说 主啊 请你让我变乌鸦 嘴巴闭起来 完完全全的祝福 不要抱怨 把它视为帮助你成长的一个机会 朋友们 你面对的困难 我希望你不要抱怨 你把它视为你 离开舒适圈的一个垫脚石 本来看起来是要伤害你的 如今成为你的祝福 成为你的拯救 最后一个我们来看寡妇 这个寡妇她的服侍态度是 抓住应许 当乌鸦这个工作结束之后 告了一段落之后 接下来登场的就是这个寡妇了 我们来看看 这个神怎么对以利亚说 一起来读 来 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 我也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 OK 好了 这下好了 好吧 乌鸦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乌鸦的情况怎么样 我就不知道 因为圣经没有说 她说 可是问题是乌鸦说 我服侍你很快乐 上帝 你不叫我服侍的话 那我接下来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 因为圣经没有记载 我们不要胡思乱想 想太多也麻烦了 我们把台转到撒勒法寡妇来好不好 当她来的时候 以利亚就跟撒勒法寡妇说 碰到她之后就跟她讲说 你要不要给我一点饼吃 你知道吗 这个撒勒法寡妇怎么跟以利亚说 一起来 她的意思说 以利亚 你不要开玩笑 我都没了 我吃了就死定了 你还要我做什么 请问你如果你是以利亚 听了这个撒勒法寡妇 这样的谈话之后 你有什么反应 你会不会跟上帝说 上帝啊你在干什么 你叫我来找撒勒法寡妇 他自己都过不下去 还会养活我 还是说 上帝我知道你不会开玩笑的 然后转过来 就跟那个撒勒法寡妇说下面的话 一起来 不要惧怕 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 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 然后我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 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坛内的面必不减少 贫你的油必不短缺 直到耶和华 时已降在地上的日子 弟兄姊妹 他就这样跟她说 这就是以利亚跟这个寡妇说的 当这个寡妇听完了以利亚的讲话之后 圣经告诉我们说 这个寡妇有没有说 你不要开玩笑吧 我跟我儿子都快死掉了 你干嘛要叫我给你一个饼呢 有没有 没有 圣经说 这个寡妇就照着先知的话去做 他就说 我要顺服 因为我爱你 他就是这么做啊 我要顺服啊 圣经怎么告诉我们 接下来我们一起读 来 他和他家中的人病以利亚 吃了许多的日子 坛内的面果不减少 贫你的油也不短缺 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 弟兄姊妹 当他抓住神的应许去服事的时候 我们看到神机发生了 所以寡妇的服事说明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 一起来 不要看自己的缺乏 弟兄姊妹 不要看你只有一点点而已 你要相信 神要供应你一切的需要 第二个 学习把自己的一点点给神 弟兄姊妹 当你把一点点给神 神说你所需要我都给你 你给神一点点我给你多一点点 你所需要我都给你 就像那个无饼二仪的孩子对不对 当下面有五千个男人 还有一堆的妇女跟孩子 在下面听耶稣讲道的时候 耶稣说给他们吃 你知道吗 难道那一万人当中没有人带东西吗 有 一堆人带了很多东西 因为要来听耶稣讲道 在野外想一定会饿的 说一定会带很多的吃的东西 但是没有人奉献 只有一个穷古的孩子 拿着五饼二鱼来说 耶稣这是我今天带来 我妈妈帮我预备的便当 请你用吧 我们看到 耶稣用了五饼二鱼 行的神机给五千男人吃饱 还有妇女孩子全部都吃饱 最后还剩十二男的男子 怎么办 不要浪费嘛 资源回收 OK 他们抓满了十二男 就跟耶稣就跟他门徒说 把这十二男带回去给他 这个孩子的爸爸妈妈 这是我说的 圣经没有记载 我想大概是这样子吧 不然怎么办 OK 我怎么带你群人回来 他说爸爸妈妈 你只给我五饼二鱼 可是后面还有 我五饼二变成十二男 而且我今天有一万人吃饱 弟兄姐妹 这个孩子 就像这个寡妇一样 把他一点点给出来 你要不要把你的一点点给出来 我说我不要 这是我的 你的一点点 你的爱心 你的时间 你的能力 你的财力 你的一切要不要给出来 当你给出来的时候 神就供应你所有的需要 第三个 一起来 抓住神的应许服事 抓住神的应许服事 不但他蒙福 对不对 连他儿子也蒙福 而且他们全家人 一直到以下来得着食物之前 都被供应了 而且言以利亚这个先知 神的服务人都得着祝福 所以你看 当你愿意把你的一点点给出去 抓住神的心意来服事的时候 应许来服事的时候 那个祝福不是就临到你 连你的家都会蒙福的 跟你周边的人都会蒙福的 求主今天早上恩待我们 让我来介绍一下 威尔斯大福星 在我介绍这个威尔斯大福星之后 我再讲另外一件事情 或许你也问 如果今天上帝用一个寡 用一个有钱人家来服事 容不容易 有钱人家 容不容易 容易啊 我想山珍海味都没问题 麦当劳 早餐麦当劳 中餐 这个汉坪酒店 晚餐 这个美伦大饭店 宵夜 还有什么扁食什么都要好 一粒 我看那一段时间一定吃得很胖 可不可能 可能啊 可是神为什么不用一个有钱人家 却用一个穷苦人家 用一个寡物 而且是穷苦人家呢 我不知道那是神的主权 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 有钱人家来服事神 他们不会依靠神 因为那是他的能力所及对不对 今天有钱人说 你要不要给我一点饼 说等一下我禁食祷告四十天之后 看看要不要给你吃 不用啊 他说不用 不要说一个饼 我餐卷都可以给你 早餐你可以吃那种 都可以没问题 所以他不会依靠神 当然他也不会 因为这个服事而带来神起 可是神却用了一个寡妇 用了一个穷苦人家 因为他知道他没办法 他只剩下一点点而已 他给你一点饼 可能我也就没了 可是他顺服 抓住神的允许说 上帝啊 我真的没有了 但是我依靠你 我顺服你 我抓住你允许来服事 他就经历了许多的神级奇事 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 今天神也要在你身上 有神迹奇事发生 当你愿意在困难的里面 服事这位全人真神的时候 那个住就满满的你到了身上 所以接下来让我来谈谈 威尔斯大复兴 威尔斯大复兴 这个国家是在1904年复兴的 威尔斯是大布列滇与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的一个国家 而这个国家在1904年复兴的时候 刚好有一个 根据了这个历史学家的记载 有一个长老会的先教同工 叫做赛斯约书亚 就在那段时间 他来到了威尔斯的 纽卡索爱莫林学院 来访问他们 当他来的时候 那段时间刚好整个神学院的 这些学生兴起了祷告的火热 他们好渴望祷告 他们就一起祷告 而且他们渴望接受装备 所以呢他们就问学校说 我们可不可以到附近的城市 去参加一些系列新的课程装备呢 学校说好把你们去 结果因为太多的神学生都请假去了 所以呢学校就停课了 但在那个聚会里面 赛斯约书亚向神祷告说 上帝啊求祢让我顺 求祢让我们顺服祢 当这个祷告 哇这学生感动得不得了 结果呢这个 其中有一个孩子 一个年轻人叫伊凡罗伯特 正在准备献身宣教侍奉 那个时候他才26岁 是一个威尔斯的矿工 他是一个26岁的威尔斯矿工 他正在神学预备自己 因为神也感动要跟年轻人来传福音 当他听到了这一个 赛斯约书亚的祷告之后 他感动得不得了 从座位上站起来 走到前面来 跪下来 他说上帝啊求祢让我顺服祢 他流泪哭去向神祷告 一个26岁的年轻人 当整个聚会结束之后 他回到学校 我告诉你 他已经没办法专心读书了 因为神一直跟他讲一句话 神一直跟他讲一句话 说了什么话 回家乡去向年轻人传福音 他说他几乎没办法读书下去了 因为这个话强烈跟他讲说 回家乡去跟年轻人传福音 回家乡去跟年轻人传福音 于是呢他想要了解一下 这到底从魔鬼来还是从神来的 他就问院长 我问院长求一下 这从神来还是从魔鬼来的 院长说我想这个大概不会魔鬼来的 魔鬼不会叫你去传福音的 一定从神来的 好了 这样好了 我给你一个礼拜请假的时间 回到你的家乡去做这件事 请假一个礼拜 好 他就回去了 回到教会来 他就跟牧师说 牧师 上帝有话给我 我想要跟我们的弟兄姊妹分享信息可以吗 弟兄姊妹 如果你是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 你会答应 当然牧师摇摇头不要开玩笑 这样好了 我看你这么有火热的心这样好不好 礼拜一晚上的祷告会 你来分享 你来分享 ok 好了 那个祷告会好特别的 来的 格外来的很多很多的人 跟比义气的更多 当整个聚会结束之后呢 大家准备要走了 牧师就说等一下 我们年轻的伊凡罗伯特 他有话跟跟你们说 如果你们愿意留下来 可以留下来 他们怎么会留下来 当然 大家该走了就走了 剩下十七个人就留下来了 你知道吗 伊凡罗伯特上来 就跟这十七个弟兄姊妹说 上帝今天晚上要我对你们说 你们要做四件事情 第一件事 你们必须向神承认 一些自己知道的罪 并且改正过来 叫他们认罪 这个人亲人哥了 你们要认罪 第二个 你们必须离弃一些不好的习惯 例如抽烟 喝酒 小冰囊 这些不好的习惯都要离药 二十六岁 跟这群人说 第三个 你们必须立刻顺服圣灵 第四个 你们必须公开承认相信神 弟兄姊妹 他只讲了这四件事情 这十七个人很顺服 每一个都到前面来跪下来 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 在神那边前讲这些信息 十七个人都到前面来跪下来祷告 承认他的错误 说主要求祢帮助我 我要离弃不好的 我要悔改 习惯你要丢掉 那个主任牧师在旁边看着说 很惊讶 圣灵这么强烈 这样好了 明天你再来 明天我们还有同工会 你再来会讲 礼拜二的同工会 看到圣灵的工作 礼拜三我们还有机会再来 就这样一直安排下去 到一个地步 整个教会外面都围满了人 一堆人都要来教会做礼拜 到底是发生什么 好像天堂的门开了 复兴的浪潮临到了 很多人都来了排队 要进到教会 连店家的主人都提早打烊 因为他害怕来到这里 找不到位置可以坐 我们教会上面还有很多位置 你们不要紧张 弟兄姐妹 连报社的记者都闻风而来 到底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博爱街 自由街 到处都是人 到底发生什么事 他来访问 告诉你 五个月内有十万人决志心 请问花铃有多少人 花铃是十万 主啊 我简直受不了了 五个月内十万人决志心 更不得了是 法官没有案子可审 因为没有人抢劫 没有人要偷盗 没有人强暴 没有人凶杀 当然也没有同居 听到五星座 不行 就是得罪神了 他本来要做外衣 小三小四 不行 本来要继续酗酒的 不行 所以到最后警察没事干了 怎么办 所以他们这个市政府的主管就开会了 接下来警察要做什么 因为没事干了 对不对 有一天记者就访问警察说 请问一下安民警察平常做什么 警察说复兴之前我们有两项工作 第一个预防犯罪 第二个为观看足球赛的群众指挥交通 现在呢 因为没有这些事情了 所以我们就跟着群众走 记者说这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他就问他说 你知道群众去哪里吗 群众都到教会去做礼拜去了 好特别 他们都去教会做礼拜 所以我们突然间没事干了 所以我们警察局 我们这个警察局有17个警察 五个负责维持交通 让弟兄姊妹可以来到教会做礼拜 我都不期待有一天田市长下令 博爱街派警察出来维持交通 他们要来博爱进去做礼拜 田市长你听到了没有 弟兄姊妹 然后他接下来说 十二个呢 接下来十二个就什么 十二个也没事干了 所以我们只好组成四重畅 分成三班 每一班有四个四重畅 到教会去献师 哪个教会要献师 我就派这一队去献师 所以我们三个 十二个警察 组成三个四重畅 到各个教会去献师 我多么期待中山派出所常常来献师 因为他没事干 因为花脸都归主了 突然间想要杀人 不行 耶稣说不可以 本来想要凶杀了 不可以 本来想要醉酒的 本来想要脱窃的 都没有了 弟兄姊妹 我告诉你 就是这么有意思 几个月下来 最久的比例下降了50% 而且失生子女出生率 某些地方下降了反之是 本来跟人家同居 现在不能了 本来外遇现在不能了 本来搞小三不能了 因为他们知道神不允许这样的事情 更不得了的一件事发生的是 太多的煤矿工人决志信主 使得矿坑减产 到底怎么回事 他们是不是罢工 没有 他们很努力去上班 是因为那些矿坑的马 听不懂他们的指令 因为以前都讲脏话 现在突然间都讲花脸 他听不懂 以前都讲一些很难听的话 所以马听得懂 所以他就知道往前走 现在讲的都是这个造就的话 马听说你在说什么 所以马不知道怎么往前走 所以他就听在那边不动了 走啊 以前可能叫笨蛋 然后他就走了 现在不敢讲笨蛋了 他听不懂 所以马 那个马说 I don't know what did you say 所以只好马重新训练 因为圣经教导 误会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随时说造就马的好话 叫他听见往前拉扯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看到福音的能力 透过这个26岁的年轻人 伊凡罗伯特 而伊凡罗伯特跟这个寡物一样 什么都没有 他只有一件事 神对他说什么话 他就抓住神的应许 回去他的家乡 向年轻人传福音 今天早上我多么期待 在博爱进行会 有一队的年轻人起来 所以我今天要特别呼召 20岁到30岁的人 我希望你成为伊凡罗伯特 来改变影响花园地区 你说牧师我已经30岁可不可以 我不是说30岁可不可以服事神 我今天只呼召20岁到30岁的 如果你忘记你的年龄 你就端成20岁吧 我要呼召祢出来 说主啊 我今天要服事祢 我要抓住祢的应许来改变花园 让博爱进行会 成为这个教会的祝福 成为这个城市的祝福 让博爱进行会 成为花园的希望 我希望年轻人 最有价值的投资案 问赚不赔的投资案 就是服事这位全能的真神 当我做这个呼召的时候 你知道走出来到我的前面 祷告的是谁 是我的孩子 我流泪哭泣 我的孩子在前面弹钢琴 边弹边哭啊 因为他想要跟他的爸爸 一起来改变花园 影响花园 祝福花园 今天我要对二十岁到三十岁的年轻人 呼召你 向伊凡罗伯特走到神的面前来说 主啊 求祢使用我 让我祝福这个城市 当这个寡妇什么都没有 她把她们一点点给出来 上帝使用她祝福她的家 祝福神的夫人 我希望今天你也能够这样子 而在经济不景气的里面 你来侍奉神的时候 上帝今天要丰富供应你一切的需要 这个韩国最大教会的主任牧师赵庸基 他说的下面的话 一起来 神使用人的时候 会依照人被破碎的程度来使用 意思就是说 你愿意为主放下多少 神就使用你多少 弟兄姊妹 你愿意为主放下多少 神就使用你多少 而这个他们教会有多少人 八十多万人 我们花莲也不够才三十几万而已 换句话说他们观光 他们教会的人数就是 将近三个花莲的人口 当我的童工昨天写了一封信 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说牧师我看到这个 看到这个八十几万 我为我们教会就很感动 我说主啊 我们博外尽气味 不但只是万人教会 要成为东南亚最大的教会 我看完之后都不敢说阿们 我没有像你们这么大的信心 我一直读 想了很久 我才说阿们 弟兄姊妹 我求主恩待我们 让我们回应神的呼召 不怕困难 当你愿意这么做的时候 我相信神的主就慢慢临到你身上 而杰克海福德说的下面话一起来 没有神 我们就不能做什么 没有我们 神也不会做什么 没有神 我们不能做什么 没有我们 祂也不想做什么 因为祂希望我们跟祂同工 今天你要不要跟主说主啊 我乐意跟你同工 不管是以利亚也好 撒勒法的寡妇也好 是乌鸦都好 上帝啊 我回应祢的呼召 所以我们从以利亚 跟乌鸦寡妇的身上 我们看到她们服事的态度 以利亚不怕困难 乌鸦完全顺服 寡妇抓住神的应许 虽然他们有不同的挣扎 但是我们得到一个共同的结论 一起来 神的供应永不断绝 神的祝福不断相随 再读一次来 神的供应永不断绝 神的祝福不断相随 如果今天你听了这个信息之后 如果今天你听了这个信息之后 你很感动 你说主啊 虽然惊记不惊记 虽然我的经济有困难 虽然我的家庭有困难 虽然我的魂有困难 虽然我身体有困难 但是主啊 今天我乐意回应祢 不管在儿童 在学青 在成人 在老人 在传福音 在每一个层面 我愿意跟神说 神啊 我愿意 我顺服 我相信 以利亚 撒尔法的寡妇 乌鸦 怎么样的蒙福 那个祝福叫 雄香水临到你的身上 当你乐意这么做的时候 连你的孩子都蒙福 连你的家都蒙福 跟你在一起人都蒙福 我们一起来等一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